当恶用高官方式 重鲜鱼堆堆名唱面 啊 你妈要电话 喂 阿初啊 你这事就没法做了 你妈听听李啊 你没答话 你别动我妈 怎么了 你听 还知道告状了是吧 抗打 你听到没有 阿初 你爸总在外面疯呢 你爸听着他 把电话给我 不要给了你不要脸啊 妈的 再不开我出门了 你敢 阿初啊 你快干嘛撇遍李啊 阿初 来 快 快是你爸总 吵架 见着吵吧 三天两床闹成这样 凤原吉利没人是不是 不嫌丢人呐 余大夫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说什么 你是我爸的话 你每天怎么对我妈 我都知道 你要是再敢这么对我妈 等你一把老婆都站 都站不动的时候 看我管不管你 你有几个钱你自己清楚 到时候躺在病床上 可别怪我不给那插氧气 你听我的阿妈 等会到了他们家 照顾他们吃好喝好就得了 只要不是能急死人的事 都慢慢做 该休息就休息 反正他们两个腿脚那样 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还给你买了你这个年纪 应该吃了二十一星 为他备夹 对身体有好处的 乱花钱 什么叫乱花钱呀 挣钱就是为了花的 你可别到了以后傻乎乎的那么累 这个你可一定记得吃 要不然那老两口的样子看到没 你就等着过两年也找个人这么伺候你吧 哎 小月 你不好这样的 啊 你一张做事太不地道了 你明明想到我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你让你妈妈这么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你这不是故意为难我们吗 为难人 且且不说我怎么样 我妈到了你家受苦受累的 照顾你们两位老人 还要每天被你们监视刁纳 你们自己说是谁为难谁呀 地不地道的话你也好意思说呀 连我一个小姑娘都知道自己妈妈受苦过来把她接走 你表面上受人尊敬 到家了不先看她自己妈怎么样 跑过来和我吵架 你这种行为用不地道形容都轻了吧 现在我把我妈带走了 是你们不守规矩在先 我们也就没义无继续留在这儿了 想告我就告去吧 我还告诉你 我妈在这儿的工资 你少给一分都不行 你出会 你给我出会 喊什么喊什么 你道德高尚教育我的时候呢 怎么才一晚上就自己推翻了呀 受不了了 觉得苦了 你现在趾高气昂这副样子可不像你在寒假的时候 你现在跑回来说因为你受不了你让我妈受的苦 所以来指责我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要是真的敢做敢当大义恋然 就去骂侮辱我妈的寒假夫妻呀 在这儿自言其说都做不到 还装圣母天使 可不可笑 我呸 你